如果美貌有尽头,那她就是终点 据说她一出嫁,全香港的富太太们都松了一口气 在经历前半生的大风大浪后 她终于可以开豪车住豪宅,相夫轿子,岁月静豪 但豪们的生活真的像想象的那般如意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最美港姐李嘉欣 1970年,李嘉欣在香港出生 她从小父母离异,所以非常自卑 但她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从小就跟杨娃娃一样漂亮 三岁那年,李嘉欣拍了人生第一支婴儿广告 14岁的李嘉欣走在大街上,就有人请她来当明星 那个时候她只知道自己好看 却不知道自己的美貌足以改变整个人生轨迹 18岁那年,李嘉欣在姐姐和母亲的怂恿下 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她一路过关斩驾,却在一轮比赛中失去了最佳上进奖 这让从小被夸到大的李嘉欣很受挫 甚至想要退出决赛 每人梨花带雨,肯定会让人怜香惜雨 当时李嘉欣正跟香港文豪倪筐之子倪震交往 倪震为了安抚李嘉欣,一直陪在她身边 李嘉欣情绪平复后,又回到了舞台上 这时她脱颖而出,并夺得了冠军宝座 从戴上了香港小姐后冠的那一刻开始 李嘉欣就跟倪震越走越远 香港媒体为李嘉欣的容貌折服 用石破天剑来形容她 一夜成名的李嘉欣 很快就飘到了云上,跟倪震分手 美貌对李嘉欣来说是命运的礼物 而她也开始学会将这个礼物发挥到极致 因为美貌,李嘉欣当了演员 出演过三十多部电影和四部电视剧 结果却没有一个代表作品 这让她的事业受到影响 也有人开始叫她花瓶和木头美人 但她并没有发怒,而是微微一笑说 保持美丽就是最大的职业道德 这样的李嘉欣从最开始就没有把心思放在演戏上 因为她想要的绝不止这些 对于从小生活贫困 美妙绝对的李嘉欣来说 她的安全感来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 追求李嘉欣的男人数不胜数 可她却无动于众 她很自律,从不滥交 也不去夜店泡吧 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学品酒,骑马,还有如何理财 你很少见到李嘉欣穿休闲装 她总是脚踩高跟鞋 身穿洋装或者晚礼服 一拼一笑都是那样的优雅矜持 但这样一个女人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李嘉欣的择偶标准非富即贵 1992年 20岁出头的李嘉欣就遇到了富豪刘鸾雄 这个身价数十亿的香港富豪 不仅已婚 还被称为女星狙击手 关芝林和蔡少芬都跟她传出过绯闻 虽然身边阴阴厌厌 但刘兰雄对李嘉欣是真的上心 李嘉欣半夜想吃马蜀 刘兰雄大老远买回来 还爬了30多层楼梯 送到李嘉欣面前 李嘉欣说衣服太多没地方放 刘兰雄就花2000万港币为他另置豪宅 别人当小三都是心惊胆战 李嘉欣当小三是理直气壮 他对外宣布 刘兰雄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这样的底气来自刘兰雄的宠爱 但这份宠爱能持续多久 李嘉欣并不清楚 所以他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名分 既然刘兰雄没说过要娶 那李嘉欣就自己争取 他总是三更半夜 给刘兰雄的妻子永宝晴打电话 来瓦解这段婚姻 永宝晴不让位 李嘉欣就辱骂对方 还跟媒体大肆炫扬 自己和刘兰雄的各种甜蜜旅程 让永宝晴对李嘉欣恨之入骨 最后跟刘兰雄离了婚 失去婚姻的永宝晴患上了乳腺癌 还对外宣称最恨的人是李嘉欣 但这段感情的胜利者并不是李嘉欣 香港媒体就曾放出过 他与刘兰雄的电话录音 刘兰雄因为签约演员红星 让李嘉欣粗意大发 他一改往日优雅 对刘兰雄破口大骂 还说红星是个蠢女人 而电话那头的刘兰雄 始终唯唯诺诺替自己辩解 当时梁日金纠缠了十几年 李嘉欣对年花惹草的刘兰雄 彻底失望 主动提出分手 但这段感情还是让他背上了 香港最强小三的骂名 从那时候 李嘉欣也谈过几次恋爱 最终都是无疾而重 直到2006年 已经36岁的李嘉欣 遇到了香港富商徐靖赫 当时徐靖赫已经跟赌王千金 何超雄组建家庭 李嘉欣又一次当上了第三者 但跟刘兰雄不同的是 徐靖赫和何超雄多年来 貌合胜利已经处于分居状态 从刘兰雄身上得到经验教训的李嘉欣 这回并不着急 他低幅作小 把徐靖赫哄哄得婚前梦淫 还颇有耐心的当了几年婚外女友 最后 徐靖赫与何超雄离婚 并在2008年 与李嘉欣在香港举行了盛大婚礼 那一年 李嘉欣已经38岁 早就过了结婚生子的大好年龄 但岁月却格外偏爱他 让他一直停留在18岁的美貌上 嫁入豪门后的李嘉欣 最初并不好过 老公在外面阴阴阴阴 李嘉欣在家被公共嫌弃 被巩固家庭地位 2011年41岁的李嘉欣当上高龄产妇 为徐靖赫生下长子 成功拴住老公的心 也堵住外界的嘴 从那之后 徐靖赫对李嘉欣宠爱有加 当时的香港最强小三 如今已经成为了相夫教子的豪门阔台 曾经的爱恨纠缠也随风飘散 不管年轻时 有多么的荒唐和无奈 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他 在经历了半生的挣扎后 终于看到了秦朗盛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想看哪些名人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带你看不一样的名人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给予我看不一样的名人 这些名人并就像一位 闪路的封印 会有什么警察 第一个 不一样的名人 就是